如果你把一个东西做成一个真的当成一个事来做的话就枯燥了 这个东西对路人盘来说 实际上宇辉要真的好 要更好的发展的话 扩大路人盘 我感觉最好的就是 让更多的人认同宇辉这个人 认同他宣传的这个理念 包括宇辉同行这个直播间传递出来的理念 约山河 万卷 爱生活 大家认同这个价值观之后 慢慢对这个品牌形成依赖感 在这个品牌或者在东宇辉这个人身上投入了时间 你投入了感情 慢慢慢慢长远来说 总会转化成他这个直播间的效益的 我为什么一直觉得宇辉这个人就是前途不可限量呢 我感觉宇辉特别契合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层 中产嘛 整个现在崛起的中产 就需要一个像从精神层面有一个认同 但是董宇辉实际上很好的契合这一点 从农村出来 靠自己的拼搏实现了阶级越前 然后他骨子里那些性格 跟我们很多人读书 就是原来想象中你想要成为的样子 很契合 就是说再直播一点 就是我消费 我肯定是要消费的 这个钱让谁赚都是赚 但是我让宇辉赚 我感觉心里更舒坦一点 就这么简单 谁赚不是谁赚 衣食住行 包括旅游 将来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要消费的 这个消费肯定是有人赚这个利润的 我投入了时间 我投入了精力 我认同这个人 这个钱消费的利润我让他 我喜欢让他赚 就这么简单 来想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这个品牌的价值就越来越大 这个东西需要及时慢做还做 需要一点点的 但是这种怎么形成这个品牌呢 需要董宇辉 他要扩圈 他要访谈 他要走出去 咱们这些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就是源源不断的情绪价值 你要有新的东西进来 这是宇辉将来要做的 而且宇辉现在目前正在这么做 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做成的话 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而且这个东西如果做成的话 它是很大的 会超过之前所有的颠覆很多东西的